这次大选的这个结果,我相信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是因为上一回的这个大选 那之后,那人民行动党的政府发现到这个责票率创新地 那他就去分析为什么创新地 那就分析看看反对党提出来的是什么东西 那就发现到在上一回大选里面,反对党提出来的就是这个主务的价格 那提出来的是这个输入外国劳工啊,输入外国的人才这些问题 所以在过去这几年这些问题都出了相当重大的这个改变 而这个改变就出现两个仗然不同的这个极端的这个看法 一个看法就是今年在竞选的时候,这个反对党提出来的 你看,就是因为反对党的意义多了 所以行动党要乖乖的这个改变的这个政策 所以多投票给反对党 那多投票给反对党,反对党的这个议员再增加 那你们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这个副利 就是更多的这个免费 但是有另外一种看法是认为担心 因为世界上毕竟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嘛 那如果新加坡的政府不断的这个向左借 过去几年基本上是应该说是向左借 这政府不断的派复利 那么钱从哪里来 所以有些人开始担心了 所以就不希望这个用选票来制造一个误导 误导谁呢?就是误导人民行动党的政府嘛 因为很明显的 如果今年人民行动党的这个特票率再往下降 那未来几年呢?新加坡的复利会进一步增加 但是我始终的回这个世界上面美费午餐嘛 所以我相信有相当多人同意刚才我讲的那种做法 所以整个选票这个趋势呢?就转过来了 因为有些人也开始担心 这样子派钱派不了收集 新加坡的这个储备都被派光了 所以这个这一次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信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